是 那好吧 那要不这样 明天我去找你吧 我们讨论一下 谢谢 谁个人 莫学长 怎么了 你们讲电话讲这么大声 我在外面都听到 什么事这么开心 因为我突然发现 好像世界上除了你不尽人情以外 还是有很多温暖的人的 随便给别人温暖 恐怕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吧 怎么就不是正经人了 你吃醋了 我需要这种低级情绪吗 顾兮兮 出来跟我读书 问你一个问题 在你眼里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溜莲吧 你是说我很臭屁吗 对啊 我再给你一次说话的机会 你想啊 你想 榴莲啊 她这个身价跟地位 都可以称得上是水果之王 就像你一样 身价不菲 出身高贵 但是太臭了 而且全人都是惨 一旦有人接受了这个榴莲的气味 就会无可救药地爱上她 所以榴莲这个水果 喜欢她的人就特别喜欢 那你喜欢榴莲吗 喜欢 什么 不是的不是的 那个榴莲太贵了 我就不吃了 我觉得香蕉苹果会好一些 宋妈 顾兮兮呢 顾小姐一大早就出去跑步去了 出去跑步 是啊 她昨天晚上忙到很晚 半夜呀 还下来找东西吃呢 等一下 宋妈 我想吃榴莲 一会儿你就出去帮我买回来 家里还有苹果 梨香蕉呢 就要榴莲 尹先生 需要帮忙吗 有没有看到一位年轻的女人在跑步 没有啊 那是哪户人家 那户是新搬来的 好像姓末 行了 回来 走 奶奶 思辰 刚才我在小区里 见到了一个女疯子 是吗 女疯子 她长什么样 奶奶 那个你出门可得小心了 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 好 一下 对了一下 小甜 宫 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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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taj 好 好 我 四辰 你回来了 我帮你脱西服 我自己来 都是我应该做的 做这么近你不折磨 四辰 如果人家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要跟人家说 人家会改 郭熙熙你是不是病了 你猜 猜 四辰 人家今天吃了好多好多的榴莲 现在不怕血糖高了 不怕不怕 人家跑跑步就好了 跑步 别跑运了进套家门就行 就你这样还跑步 完了完了完了 她还是看见我 四辰 坐下 累了一天了吧 熙熙给你按摩 顾熙熙 她不会是喜欢我了吧 她怎么还没反应 难道 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可以 我们只是合约结婚 合约结束就要各奔东西 如果我之前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要原谅我 之后呢 我保证不犯任何的错误 尽致尽责地扮演好你的尹太太 按照我们的合约旅行 就不要扣我的违约金了吧 我 顾熙熙 你唯一的职责就是和我保持距离 也麻烦你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 不要异想天开 如果你有别的想法 请你立即停止 你 活这么糟 站住 过来 你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给我看一下 拍 特别感谢 莫子欣 因为莫学长有帮我做这个企划 所以我感谢一下他 有问题吗 写得不错 借我学习一下 啊 啊 去帮我放洗澡水 没看见宋妈在忙 好 好了 我要洗澡了 也可以出去了 老板 喜欢 尹思辰 不但这样的 我说尹思辰 你做人不能太绝 尹思辰 我打开了 我打开了 你死尹 你故意的吧 嗯 嗯 嗯 我喜欢你怎么办 我再陪你一个新的不就好 我 我 我 嗯 嗯 嗯 你别动 别动 转过去 谁要看 啊 你可以让莫子兴再提紧做一份啊 反正他都已经做过了 轻车熟路 行 我现在赶紧让他帮我做一份 站住 回来 我利用月月时间也做了一份你的规划 你 这个得做很长时间吧 都说了随便做做的 哎 iPad是不是有云备份工呢 我说不定能找回来呢 谢谢你啊 不用了 那 我能送你的特别感谢名单吗 你把我的企划案弄坏了 你又帮我做了一份 你这只能算是将功补过 不过我在心里感谢你 顾兮兮 喂 谢谢 不好了 莫子兴知道你假结婚的事了